小粉丝们,上开啦!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道小学奥数题 A加A加B等于17 B加B加A等于22 那么要求A乘B等于多少 遇到这种题,我们要有一种整体的思想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等号的左边有几个A呢? 有三个A,那就是3A 等号的右边有几个B呢? 三个B,那就是3B 那把左边全部加在一起,所以是3A加3B 等于等号的右边也要加在一起 17加22等于39 那同学们观察一下,有没有共同因素啊? 把这一个共同因素3 把它提取到括号的外面 A加B等于 那么就等于39 再把这一个括号里头看成一个整体 那么A加B就会等于39 来除以3 那我们就算出A加B它等于13 好,同学们看一下 A加B等于13哦 说明这一块等于13 那么A可不求 A就等于17-13 那我们就可以求出A是等于4的 对不对? 那么同样的道理 A加B等于13哦 说明这一块是13 那么B加13等于22 那我们就可以推出B呀 它就等于22 剪掉13 所以B等于9 A知道 B知道 那么A乘B 那就是4乘9 等于36 同学们 你听懂了吗?